粉丝提问,为什么不加入穿墙弹呢?以后会加入吗? 其他很多射击游戏都有子弹穿墙的能力,可吃鸡却没有 为什么官方不加入呢?其实有三个原因 一,穿墙弹太强了 穿墙弹不同于现在吃鸡里的子弹 如果它加入,势必会引起整个吃鸡的震动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掩体后和敌人对刚 不露头就很难挂掉 除非被手雷燃烧瓶炸倒烧倒 可穿墙弹就不一样了 即使你躲在掩体后面也能被打到 总而言之,穿墙弹太强了 二,游戏体验会变差 如果上线穿墙弹,那么吃鸡将没有一处安全的掩体 玩家搜了半天物资,正躲在掩体后面呢 突然被一枪爆头击杀 一看原来是敌人的弹发剧穿墙打的 这还有游戏体验吗? 三,大众接受不了 吃鸡里的硬核玩家是不多的 大部分都是普通玩家 他们很多人只是想有个娱乐放松的机会 可加入穿墙弹让他们连狗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就很难受了 估计很多人会退游 所以综合来说 穿墙弹上线的可能性很低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